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中国有两支王牌军队,分别有两个疯子统领,大疯子却怕小疯子,我们总是痛视现在有关抗日题材的电视剧,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类影视剧太过失真,本来是为了让我们凝记历史,缅怀英雄的,结果看过之后,我们都开始怀疑历史了。 亮剑之所以受到那么大的好评,有一点就是这部作品足够的尊重历史,透过这部作品,我们了解到原来解放军的队伍里还有李云龙式的将领。 他们痛恨日本侵略者,在战场上英勇杀敌,但他们没有被高标准的道德捆绑,有时身上还带有些许废弃,最为直观的当属李云龙这个角色的历史原型王晋山将军。 一般来说,屏幕里显示出来的人物形象,其特点都要比现实中更为突出,可事实上比起电视剧中的李云龙,历史上真实的王晋山在爆裂,个性,难驯服等方面,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王晋山有个想撤全军的绰号叫王疯子,在王晋山还是个连长的时候,有一次战至最后,他的部下开始和敌军肉搏,王晋山冲上去抱着一个身材威猛的日军,就滚下了悬崖,片刻后,他又独自从悬崖下面爬上来了。 王晋山打起仗来,绝对是个不要命的人,据他的考部下回忆,每次王晋山指挥作战,六七个警卫员都拦不住他跑去一线和敌人玩命。 除了王晋山,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不少这样的疯子,比如说我们的第四野战军,四野绝对是实力响当当的一支队伍,林彪虽然晚年有劣迹,但谁都不可否认, 他带兵打仗的一流水准,就连麾下的将领们,也都是勇猛无敌。 这支队武里李云龙式的疯子将领还真不少,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两个疯子师长,第一个是四野二纵武师的师长中尉,他战功赫赫,被人们尊为中国的八顿将军,三下江南十五师的任务配合别人作战,去牵制。 敌人,因为在此之前的几次渡江战役,武师一直都是在打配合。 对此,师长中尉很是恼火,这一次他们无意间发现敌军八七师二六二团两个赢在此。 中尉当机立断,不顾上风命令,坚决出击。 中尉的性格刚烈,胡进上来天不怕地不怕,从三月十日凌晨五点到下午两点,中尉连着接到了林彪三个及时东进的电报,他都没有动摇。 最后,武师全监了八八师的一个整团,又反过身来拖住前来。 增援的八七师,林彪在帅一、六宗、西进一举在国家屯全监国军八七师,取得了三下江南的全胜。 四野三宗七师师长邓月,也是一位疯子,他的从军经历,堪称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全记录。 邓月在带兵打仗方面成绩灼然,他作为三宗七师的首任师长身先士族,赏伐并重,七师也逐渐在战争中,锤炼成为了一只铁血雄狮。 这支团结勇猛,能争善战,作风过硬的队伍,曾多次受到东北军区的认可。 和表扬,被誉为暴风雨部队。 七师善于夜战和爆破攻击,无论是参加夜战,还是进行城市攻坚,都具有一定的经验和优势,战斗力很强。 有一次这两个疯子师长一起作战,本来邓月的士兵,率先俘虏了敌军军长陈琳达,接着就报告给了师长邓月,并获速押送陈琳达前往师指挥部。 谁知道中伟的武士半路上,把这个大俘虏抢走了,这可气坏了邓月,当即就摔兵要去抢人,最后还是被三纵的。 司令员还先处压制住了。 可这口气邓月,一直憋在心里,直到辽审大战结束了,四野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,两人再次碰头,邓月二话不说就质问起了中伟陈琳达一事。 中伟自认理亏,没有半点不愤,反倒是亲自陪笑,闭烟送火,这才化解了两人的矛盾。